李连杰的两个儿子一个只挥半个娱乐圈,另一个武功盖世却没人认识。 李连杰。 全国,后来又有《黄飞红》等系列电影,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 李连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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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名后的谢苗吸引了一段时间,专心学习功夫,想全面提升自己,随助自己慢慢长大,对于动作要求也越来越高,所以就不断学习。 李连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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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文章。 文章当年和李连杰一起出演了《海洋天堂》这部电影。 大家都说,大家都说李连杰是文章的前爹,原本通过《裸昏》时代文章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,可是后来一个出轨,让他一落千丈,成了过街的老鼠。 人人寒大,最后还是李连杰帮了他,让他主演了电影《独二神看》,帮助他付出。 。 付出之后文章一直非常努力,自己还当了导演,而且第一次拍电影还获了大奖,观众对他的作品评价也非常高。 最近大家都看了马云主演的《功夫短剧公手道》,这部戏的导演和编剧都是文章,而且这部戏也囊豁了中国几乎所有知名的动作演员,场面非常的大,可能文章这辈子都没想过这些演员,能一直出现在他导的电影中。 如今李连杰已经宣布退出了娱乐圈,他的两个儿子的发展也截然不同。参考来源。